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人一起经受这种苦难对于很多人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吧 但是现在中共的问题 这种极权政治在我们国家的问题 它不单单是个政治问题 它更是一个宗教问题 信仰问题 因为直接面临着死亡的威胁 不管说是执政者还是普通的民众 为什么都在这种恐怖之下 因为在死亡的咒诅之下 让我觉得最恐惧痛苦的事情 还是因为对感染 还有对这个政府的害怕 然后在自己的不管里面 什么都做不了 那个时候是让我最痛苦的 比如说去第七医院 去这个人民医院 还有火葬场 防藏医院去了之后 就整个人就是在一种很强的恐惧之中 之后每次去之后总有两三天 就是哪儿不敢去就害怕 死亡人数几乎是一个不解之谜了 因为我了解到就是说 现在就是之前在医院里看到就是 他的确诊必须要是微重病才可以用实际核 那比如说轻症的人想做实际都是做不了的 包括就是说他每天报武汉市一天死一百多个人 但实际上一个殡仪馆 他那个如果他的焚烧炉是24小时隆隆转的话 那整个城市死亡的人说 肯定不止他报的那一天吧 他们建立一整套的信息封锁机制 不接受任何外在的记者的采访 不回答任何问题 包括就连在医院里边的信息也是隔离 就是由专门的一个部门来收集信息 感染数据啊感染人数啊确诊人数这些信息 社区里边人发烧的人 他们都要通过社区报道医院去 就导致说整个城市的管理是一个黑匣子 我接触的市民十个里边有八个都是对这样的防疫工作都是 都是有苦难言 有两三个可以很直接的表达不满的 刚开始的封城是因为这个瘟疫信息的屏蔽 然后导致公民大量的聚集 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 整个城市感染的人数很多 他们就突然的封城 这样的封城是向市民没有做任何的解释 就带来了一个突然的恐慌和城市人口的大逃离 后来这个社区的封闭又是 又是这种不经过任何探讨的直接下命令的 将每个社区这样围起来 然后将人们就像猪一样的关在自己的家里边 而且就是对很多的信息市民都是盲在鼓里的 我觉得它更是一种奴化的一种管理 城市管理而不是说在进行防疫 没有医学人员的参与 而是大量部队的这种武警的参与 这个体制之前所留下来的统治的这种基因就没有改变 他们处理的方式非常的不人性化 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可以看到 就是普通的人去买卖一个日常他的生活必需品都要像做贼一样的 比如说工商局的人可以直接去商界 就因为他卖了一点东西就可以直接把他的一切执照拿走 而且也不出去任何的执法的手续 就很常见就是这样就是可以以防疫的为名义 说几乎可以剥夺一个人所有的权利 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 你们都回家去吃去喝吧 但是吃喝买的东西都这么贵 所以花谁的钱呢每天在家里没有收入 这个经济损失谁来弥补呢 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也没有任何的解释 就这样强行的推行 希望说能够把这个瘟疫的数据控制下来 但我觉得说如果大部分人像驴子像马一样的这种 被出于服从的目的去这样待在家里 那一旦解禁之后 这个他们的这种很弱的防疫意识 又会肯定会导致这个瘟疫的再次爆发 当局把很多的资金财力人力都用在维问之上 雇佣很多的警察 然后包括建立方舱医院 搞这种大型的基础建设 但是实际上呢物资的资源 医疗资源的投入在个人身上非常小 比如说给普通的民众免费发口罩 免费派发酒精 将这种血液测试 核酸测试纳入到医疗保险的范围之内 或者免费提供这种测试 免费提供CT拍照 这些全部都没有 对于民生这块几乎是零投入 他们不让这些小的菜场啊 这些商店连卖菜的都不让开 通过大型的这种集中的采购 居民买的这个菜的价格又特别高 是说不过去的 这是疫区大家又没有工作 那应该买的菜应该便宜一点呀 但是却要承担更高的代价 普通人在这场瘟疫 虽然政府他说我投入钱了 但是对于没有患病的人来说 层出的经济损失是相当相当大的 不单单说没有停工的这样 也没有收入的情况 而且是买的东西的物价也很高 当局投了钱去了 在卫视里面 我觉得真的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一件事情是 就是在方斌和陈秋实被抓之前 他们就对我非常密切的关注之后 他们好像他们都知道我在想什么 我也不知道那个事 确定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么严密的监控 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 所以就基本上生活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下 现在就是每个小区都实行的是通行证管理 这个通行证是要去社区去办理 必须要有单位的证明 如果个人有需要的话就办不下来 那就等于说是把市民的需要 按照他们权力当局的认为 如果你的需要不被认可的话 那你的需要就不是正当需要 所以的话就造成一个歧视性的管理 就不平等的管理 在目前的社区 就是给每个社区划分片区 有网格员 然后我遇到过好多个情形 就是给网格员打电话打不通 或者就是给他反映问题 他就推托 他们就根本就不解决不理会 發出很危险的存在 一个国家的声音 绝对我有很多问题 都可以つ也听得卡 就有很多东西 这边有很多东西